高股息ETF的成分股 我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有新增的股票 通常就代表股價可能這地方 在低檔的時候 可以逢低來做一個留意 全執行的ETF 那個就反過來了 但是股價漲多了 就會全重變高 就會納入到成分股 那反而你再收入去買 就能追在高點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動乾坤 在這邊在元宵節之前 再祝福大家一次新春發大財 這個禮拜尤其是開紅盤之後 真的有發大財的感覺 因此市場上大家討論的很熱絡的是 兩個主題了 第一個主題就是 那麼元宵節之後 這個盤勢會怎麼樣發展呢 再來就是 目前很多存股族 想要多賺一些利息的話呢 會把焦點轉到這種高股息 ETF上頭 那麼下個月呢 00940月月配 月配息就要來募集了 這個相當受到市場上 大家的討論度很高 那麼今天我們會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析一下 裡頭有哪些成分股 可以多加的來留意 請到特別來賓出場之前 也提醒大家 別忘了掃描QR Code 還有資訊欄連結 就可以加入節目的 匿名社群 如果你有股票上的問題 就可以在社群裡頭來詢問 我們會在節目當中 請到特別來賓為您做說明了 好 今天來到節目現場的是 運達投顧高憲榮老師 歡迎高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盤是在開紅盤之後 我覺得今年開紅盤開得大家非常開心 就開得很高 一開盤就跳空大漲500多點 沒錯 然後呢 可這個禮拜就持續在這個大概上下100點 小紅小黑這樣震盪 大家也會在討論關心的是元宵節之後 因為我們節目播出在禮拜五晚上 禮拜六是元宵節 禮拜一的時候大家等開盤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像是揮達要公布他的財測 但是他們的股東好像有一點 我先下車大家等一等 有點這個感覺 如果現在看到在美國股市當中 這些大廠營收的方面會受到影響的話 他們先下車的話 那對於下個禮拜來說 會不會有什麼比較大的影響 好 那重點來了 那剛才我們看到 兩個月前 三個月前 行情大家還在半信半疑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年底有機會發動所謂的紅包行情 當然現在這當時有聽進去的 指數已經到這地方 開紅盤衝高到18725 我想這個紅包 大家應該賺得蠻開心的 可是到了這個階段 先提醒大家 多頭目前看起來還沒有結束 但是小心 可能已經接近到我們所說的 陌生段的位置了 那所謂的陌生段 這個地方就要注意 就要幾個現象 第一個指數還會再創新高 還會再漲 但是這裡面這個地方看到 價量指標都稍微有點背離 就是你看指數 這地方突破了去年 17463的高點 可是成交量以周線來看沒有過高 指標也沒過高 這都是所謂的高檔背離的現象 那領頭羊呢 這波指數漲上來 其實一開始不是台積電帶動 是雙A 華碩跟紅機帶動 是 可是這波指數創新高 雙A股票 動不了 對 這反而漲不動了 那輪到一些投機的股票 或是一些補漲股票 在當道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所說 陌生段的一個特色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看起來還在飛龍在天 但是已經接近抗龍一會 稍微要小心 對 那當然我不是說行情會 馬上反轉下去 這裡面我覺得還可以在這個地方 留意一下 我覺得市場當中 大家也都很聰明 像待會回到節目現場 這個投資人要問到的股票 跟在社群當中 大家比較熱鬧的股票 也沒有紅機跟華碩 是 大家也都轉向了 那重點來了 那剛才提到 那AI的股票 會不會在接下來這地方 有反轉的疑慮了 當然我們常常 剛才跟他提到 散戶還在半信半疑的時候 這個行情往往就會漲 可是最近你發現到 開紅盤那個跳空大漲上去 那一天是台積電帶動 AI股全面大漲 可是再來看到這地方 台積電稍微已經 過不去那個709的高點 雖然指數又有18756的新高 可是台積電沒過高了 再來融資的部分 最近這幾天開始大幅度增加 就表示散戶搭回來了 回來了 之前跟他講 年底有賺紅包的機會 那時候才16000 大家不相信不敢買 等到指數跳空大漲了 才要進來最高的時候 這時候的確要小心一點 那再加上指數這地方 融資在大增 那量反而就這樣 慢慢就變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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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不利的訊號 當然不是說馬上會反轉 目前對股市比較有利的是 外資這個還在翻多 那像這禮拜三台指期結算之後 然後外資指數在期貨的部分 還有2000多口的多單在手上 那另外美股目前來看 還是一個多頭結構 通常我們之前講過 正式降息之前 大家會期待 要降息了 要降息了 在降息之前 股市反而不容易大幅度下跌 反而都還有機會提前反應 降息的利多 可是等到降息的利多出來 會不會利多出境 甚至萬一這個降息 是因為經濟有問題了 才要降息 會不會變中長空 這個也是我們提醒過 但至少目前還沒有看到正式降息 所以美股來看 這個還是有機會持續走多 所以我認為 目前大盤指數 還是在多頭格局裡面 還有機會繼續走高 但是要小心 會不會賺指數賠加差 像這波大盤衝高到18756 上個月一堆人買了航運股 套勞在裡面 買了AI雙A 這個黃金華碩人寶 也套勞在裡面 還有觀光股 也一堆人套勞在裡面 會不會這個地方 到最後指數 掌上去 一堆人還是可能賺指數賠加差 那比較要小心的是 剛才提到 外資現在是做多 那轉倉到三月 哪一天萬一說 外資開始有反空 或者是指數 這個在期貨跟選擇權的部分 開始反空 那再加上要小心一點就是 大盤左邊開紅盤 跳空缺口上去 那一天低點18550 這個點不是不能破 但是不能夠跳空跌破 OK 好 因為你跳空跌破 就變成左邊這個缺口 萬一 萬一這邊 右邊再來一個缺口的話 你就會看到什麼 變成左缺右口 就不覺得標準的導狀反轉 頭部出來 對 所以18550可以破 但是不能夠跳空跌破 萬一跳空跌破 就變成我們說的 頭部導狀反轉出來 那可能元宵節就會怎樣 往下變盤 再度出現回檔 所以這是在元宵節過後 投資本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 跟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還是可以多方看待 對 但是這個指數18550 不能夠跳空跌破的情況之下 大家是可以多方看待的 對不對 我們就來談談個股的問題 尤其是現在市場當中 大家討論 如果有8%的存股的利息 那已經算很高了 像是00940它裡頭的成分股 有哪些可以注意的 最重要的是網路上也提到了 它還有一個優點是台灣價值 這四個字 這個名稱 特別有價值 我確實有興趣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8%其實 你說做定存足的話 算是蠻多的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也特別因為您來了 我們請您跟我們大家來分析一下 這裡頭的成分股有哪些 那如果有一些成分股是 可以比較看好的 那我們何必不直接找成分股 來做操作就好了嗎 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好的 其實今年在投信界大家說 大概最有可能變成話題這個主角的 就是這一檔 原大台灣價值高息ETF 那為什麼大家都期待說 這一檔可能有可能在這今年 又席捲ETF的風潮 第一個 除了它是國內投信龍頭 原大投信很久沒發ETF了 這次不但發了新的ETF 也是第一檔月配息的 每個月都可以領錢就是 每個月都可以領 這很吸引現在的所謂存股出 我把一筆錢在那邊放個一千萬兩千萬 每個月都賠個幾萬塊給我 那這原大投信發的又是它第一檔月配息 第二個它的發行價又定在10塊錢 相較人家都是15塊以上 這個發在10塊感覺上就比較便宜 網友也說很聰明 漲到13塊到15塊就給它賣點 或者說10塊錢很多公司 你知道你要當原始股東 就是那個發行價10塊錢的時候 才有那個原始股東的感覺 所以它這次定在10塊 也讓很多人這地方覺得很不錯 那第三個它還結合了一個所謂 巴菲特投資價值的指標 這我們待會跟它聊一聊 這是什麼意思 那當然預估 現在像這地方 台灣的ETF 尤其高股息的 資產規模 少的話 像這地方群益 複華的都有1200 1500 甚至像00878 這地方 還達到了2000億以上的規模 那如果這地方 這檔ETF出來 是不是又吸捲了一批狂潮 甚至到時候這些ETF 買進他們成分股的時候 會不會再動股價 那我們投資朋友不就可以這地方 先來找找看它的成分股 先卡好位 搞不好到時候就有一波的行情 對 就充滿台灣價值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先了解 這些台灣價值的四個字是怎麼來的 它的選股邏輯 當然這個公司它網站上面 有一個選股邏輯的流程圖 看起來密密麻麻有點複雜 我把它簡單講一下 第一個挑選出來上市櫃公司 前300大的企業 所以2000家大概就剩下300家了 那這300家裡面再去挑流動性太小的不要 EPS虧錢的去年加起來虧錢的不要 ROE股東權益報酬率太低的也不要 所以在刪掉之後大概有剩200家了 那在刪掉之後 最後再依據本益比股利率 還有這個自由現金流量 這三個把它加起來成為 巴菲特投資價值的核心 去選出來50檔的成分股 那這裡面比較有趣的就是 所謂的自由現金流量 大家可能對這比較不熟悉 本益比大家會算嘛 股利率大家會算嘛 那自由現金流量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地方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所謂自由現金流量 講白話文就是 一家企業它經營的時候 可以帶來的現金流入 扣掉它可能有一些 投資要的資本支出之後 剩下的資金 就所謂的自由現金流量 那公司就是稅後盈餘 加上折舊費用 扣掉了資本費用 扣掉了營運所需的現金 那再簡單一點 就是營業用的現金流量 帶來多少現金進來 扣這個地方跟 投資現金流量之間的一個差距 這個有一點大家就會想 那這有什麼意義在 對 掉書袋 你直接跟我們講 它到底什麼意思這樣 簡單的講就是 一家公司你去預期未來 可以帶給你多少現金 你有多少現金進來 你才能夠這地方 評估出來股價的價值 那現金流量越高 賺了更多的資金 就可以配給更多股息 那不就是賺錢的公司嗎 不一定 有些公司賺錢 可是可能現金流量是負的 是 或者說有些公司 你看起來很賺錢 但是現金流量 沒有你想像的高 我就拿台積電跟這地方 鴻海來做一個例子好了 這兩家公司 大家說誰比較賺錢 當然台積電 台積電是台北股市 最賺錢的公司 那它的營業現金流量 去年前三季 8471億 這地方遙遙領先其他公司 可是台積電 為了要鞏固它晶圓代工的龍頭地位 大家也知道 每年資本支出 嚇死人 所以它前三季的現金流量 用在投資上面 也投了多少下距 7738億 所以呢 營業現金流量 扣掉了投資 這個投資用的現金 這個是流出了 剩下多少 自由現金流量 其實只有733億 那相較之下 鴻海它的營業現金流量 2862億 看起來沒有台積電多 可是它的投資現金流量 只有支出了551億 所以它的自由現金流量 2862億 扣掉550億 反而有2310億 所以它的自由現金流量 反而會比台積電來的高 這是自由現金流量的概念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一個因子在裡面 這個是剛才講的00940去選股 選出來的 所以呢 這是他們官方 網上上面已經公佈他們這個地方 前十大持股 包括長榮聯電中美金 神機漢堂 群光瑞宜跟這個 聯發科 新向還有這個新普 那這十當股票 我們也看了一下 其實這個是在去年11月 就已經挑出來的成分股 那其實從去年11月開始 你看到長榮 到今天為止 投信已經買了5萬2000張 聯電買更多 買了這個35萬張 那長榮 為什麼股價之前突然拉高一波 當然除了之前的鴻海危機 造成雲價大漲 這個部分也有蠻大的關係 其實就雲大投信 自己在發ETF之前 就已經可能有些這地方 先建立部位的動作 那可能依照這個規模來看的話 它估計一開始先800億 但是如果後面說 這個發行的這個 大家很受歡迎 很受歡迎 可能到時候就像剛才講的 像這個0050 現在資產規模甚至3000億了 少一點的 像這個00878 有2500多億了 這可能到時候 還有新的資金進去 那這些股票 當然就有機會了 那包括長榮 包括聯電 這個都已經有投信 開始大買 包括像中美金 11月份以來 投信也買了55000張 神機 這也買了12000張 其實股價結構 目前來看 都是屬於一個多頭 或是一拉回之後 對 都在高檔 這都看起來 有些是稍微做個拉回 它慢慢的又有機會 我認為說三月份 如果說這地方 到時候ETF 募集的結果 比預估的800億更多 然後這地方 新的一個買盤又進來 這些個股 除了聯發科最近是投信 可能其他ETF在調節 其他都是投信 都是大幅度買超 我認為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是值得投資化 這幾些個股 未來可以留意做多 畢竟有人幫你把籌碼鎖好了 對 股價這地方籌碼 是對多方有利的 自然就比較值得留意 它就是說 您的意思就是說 從成分股當中 除了聯發科之外 對 對不對 其他的大家 可以多加留意 而且是用多方的角度 來做留意 對 好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它好像公佈 每年會有兩次調整 對 那將來會調整變動呢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當然每年都會有 調整變動 那有些可能是股價漲多了 因為它是用股利率來算權重 股價漲多了 如果配息沒有增加 自然股利率就會降低 可能這地方 它就要開始獲利了解 所以漲多的股票 到時候這個投資朋友 就要小心一點 那如果說這地方 有些股利其實是很穩定的 但是股價跌升了 這個可以逢低來做一個留意 所以通常這種高股息 ETF的成分股 我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有新增的股票 通常都代表股價可能這地方 在低檔的時候 這個股利率是值得你肯定的 你就可以留意 可是反過來 如果是像0050那種 全執行的ETF 那個就反過來了 那是股價漲多了 就會全重變高 就會納入到成分股 反而你在的時候去買 就容易追在高點 所以全執行的ETF 新增的成分股不能追 高股息ETF的新增成分股 可以來做留意 好 如果觀眾朋友對於這個高股息ETF有興趣的話 那最近他們公布的 官方公布的成分股裡頭 大家可以多加的留意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回答一下網友 我們的粉絲是真的粉絲 老師剛才要說是真的粉絲嗎 是真的 問到的問題 就是在我們的匿名社群裡頭 好 有一位這個美女或是帥哥呢 他問到的股票的問題 我們現在來替大家做個回答 好 這一檔股票叫做長華 8070的長華 那今天是這個小跌了兩毛錢 就是我們錄影的這一天小跌兩毛錢 不過他也是有一波的漲勢了 你怎麼看這檔股票 好 那在談股票直接切入之前 先跟大家稍微複習一下 你要去了解一檔股票 現在適合切入做波段 還是只能夠搶個段 還是要去懂得要居高思維 不要再碰了 都一定要先去了解它的結構 那之前去年跟他談到 股票把結構分成四種 潛龍勿用 不要碰 見龍在天 第一檔開始萌芽 這種最適合佈局 飛龍在天上去了 你在前一個階段買好 這時候就報好了 如果你現在才想買 不是不行 因為它還在多頭 但是也要接近這個小心 因為飛龍在天過後 就變抗龍有回 所以說就是短進短出的 一個策略了 抗龍有回 當然就要特別小心避開 這四種結構要去小心避開 這個特別先去了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轟天雷的部分 來提到剛剛這檔 8070的黃 長華 對 它是 現在的結構是在 什麼樣的位置裡頭 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將來會要怎麼樣 來看這檔股票 就是我平常看盤我自己的習慣 會用這種這個 左邊 除了K線之外 底下看到投信 外資 還有這個當充的籌碼 那右邊呢 還有一些技術指標 那這個部分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部分 長華的部分 第一個 它做這個 半導體相關的一些 封測 設備的一個部分 對 那其實去年的營收表現 來看的話 還算是平平而已 但是1月份營收公佈出來 達到14.7億 這個呢 連增率有沒有注意到 增加了4.69% 不算多 但是它是連續衰退之後 開始出現一個成長的現象 這一點就比較值得肯定一下了 那第二個 我們來看一下股價的結構 它是在這地方 橫盤整理了 蠻長一段時間的時候 這個最近 終於有一點點 開始要加溫的現象 你看這裡 橫盤整理 開始要加溫 所以剛才股價 我們提到4種結構 這種就比較有機會出現 連續營收下滑之後 開始年增率轉正 產業開始復甦了 然後再來看到股價 橫盤整理之後 剛剛開始就放量 有點要加溫了 所以這種就有機會 出現在我們所說 見榮在田 準備轉強的階段 我覺得這檔個股 如果說投資朋友 還沒有介入 拉回來可以來做留意的 一個這個機會 或許有機會這地方 橫盤突破之後 會發動一波 比較大的波段攻勢 也許也是有機會到 好 這檔股票可以用 多方角度來看它就對了 以比較波段的角度來看它 好 那希望能對投資人有幫助 就是說它有機會 對 但是你還是要且戰且走 對 還是要隨時來觀察 隨時來觀察 對 隨時來觀察 雖然這個大盤 來到了這個新的高點 不過在元宵節之後 還是要有戒慎恐懼的心情 還是不要過分的樂觀 是 要特別的注意到的是 剛剛這個分析師高憲榮老師 跟我們講到的18550 這個缺口不要快速的跌破 對 對不對 那我們大家還可以多方來看待 那在這邊選股呢 也請大家多加注意了 選到比較穩當的股票 今天非常謝謝高憲榮老師 也謝謝大家收看 不要忘了我們的節目 每個禮拜五晚上 在YouTube是8點鐘播出 大家可以給我們留言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社群 詢問相關的股票 我們都會在節目當中 請來賓來做詳細的說明了 再次感謝大家 希望大家給我們按讚分享小鈴鐺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